欢迎大家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出生我们上节课就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你出生我们就应该是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好接下来1949年 1949年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先想一下年份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前置词呀 对了应该是用所有前置词nel 那么nel叫1949了 1949应该怎么说呢 所以完整的我们来说 在1949年就是nel1949 好第一句不难 我们来看第二句 那你是什么时候完成小学的呢 小学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那么完成小学完成这个动词我们是用finire 那么finire后面如果直接加上一个名词说明finire是一个集物动词对不对 那么集物动词我们用什么作物动词还记不记得 对了是用avere 好那么你完成小学就是 ai finito la scuola elementare 好连起来这句话就是 quando ai finito la scuola elementare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回答 在2005年 那么跟前面一样我们只要把2005说出来就可以了 2005应该怎么说呢 duemila chingue 所以说在2005年就是nel duemila chingue 好接下来看一下下面一句 稍微有点难度咯 你最近一次度假是什么时候 那么这句话里面最近一次度假应该怎样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一次 次我们说过这个名词是volta 最近的 那么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单词是ultimo 对了 所以说最近一次就是l'ultima volta 好 那么度假我们讲过去度假就是andare in vacanza 对不对 所以说最近一次的度假 我们就用andare in vacanza 去形容这个l'ultima volta 所以我们用一个重句 l'ultima volta que sei andato in vacanza 来表示最近的一次度假 好 那么是什么时候 再用一个过去时 这里用的是essere的过去时 所以就是estata 好 那么连起来这句话 quando estata l'ultima volta que sei andato in vacanza 那么这句话呢 是有一点难度的 我们同学们说不来没关系 看到意大利的原文能翻译出意思就很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回答去年夏天 这个应该简单 这一定要会说哦 去年夏天 上一个的我们说过了 单词是scorso 那么夏天是一个音信名词 所以去年夏天就是 le starte scorsa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意大利语的 开始做某事 这个词组是 cominchare affare guacosa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意大利语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把它变成 quando ai cominchato astudiare l'italiano 哦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cominchare 它是一个既可以用avere做助动词 又可以用essere做助动词的动词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后面直接可以加东西 虽然它用了是一个不定词 但是呢 我们这里记住 只要是开始做某事 那么这个cominchare还是用avere做助动词的 好 那么回答 我三个月前开始学习意大利语的 三个月前应该怎么说 还记不记得多少多少时间以前 我们就用多少多少时间加一个fa就可以了 所以三个月前就是tre mezi fa 好 那么我三个月前开始学习意大利语 就是ho cominchato astudiare l'italiano tre mezi fa 好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上节课 我们有讲过 在什么什么之前 我们用一个词组prima di 对不对 那么这个prima和fa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句话 第一句 sono andata in chandro a fare spese due giorni fa 我们来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sono andata in chandro 我去的是中心 a fare spese 去购物 due giorni fa 就是两天之前 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说 从现在为止 往前推两天之前发生的事情呢 接下来看下一句 yere non sono andata in chandro perque due giorni prima ofa dos pese 这里 我们看到 yere non sono andata in chandro 昨天我没有去世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 due giorni prima 在这之前的两天呢 ofa dos pese 我已经购物过了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 prima是用在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在之前 那其实在这句话里面 从句里面的这个ofa dos pese 我们这里时态 用进过去时呢 是不严谨的 我们应该用之后 我们将会学到的一个 表示过去的过去的时态 那么这里先不讲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一下 一段时间加fa 表示从现在为止 倒推回去 多少多少时间 而一段时间加prima 是表示 从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再往前推 多少多少时间 好 那么和这个相同呢 我们还有一对 就是fra和dopo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句话 vado in italia fra tre settimane 意思是 我将会在三周之后 去意大利 好 那么如果看下面一句话 vado in italia lunay di prossimo etre giorni dopo parto per la spania 那么前半句 vado in italia lunay di prossimo 就是我下周一 要去意大利 然后 etre giorni dopo 三天之后 指的就是在下周一的 三天之后 parto per la spania 就是我会出发去西班牙 那么这里也一样 fra加一段时间 表示只从现在开始 往后的一段时间 而多少时间加个dopo 或者dopo加多少时间 我们这样一个用法呢 是表示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或者在指定的某一个时间点 往后退一段时间 所以呢 这个fra和prima fra和nobo的区别 大家可要小心了 以后我们学到更多的时代的时候 还会再一次提到 所以说大家可要多长一个心眼哦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复习一下 这个日期的表达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书上的第六十一页 这里一共有六幅图 讲的是六件事 我们一起把这六件事呢 用意大利语说出来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图上面 给我们配好的文字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 第一幅图呢 画了一个欧元硬币 然后写的是 1月1号2002年 euro entra in circolazione leuro呢 就是指欧元 entra 动词原型entrare 然后呢 circolazione 就是指发行流通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2002年的1月1号 欧元进入流通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句话 最主要的动词 变成过去式 entra 变成过去式 就是e entrato 所以说欧元进入流通 就是leuro e entrato in circolazione 接下来我们来说 2002年1月1日 我们说过了 只要是1日 我们就是 il primo 然后呢 1月 genaio 2002 duemila due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 leuro e entrato in circolazione il primo genaio duemila due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幅图 往下看 febriyo duemila se 就是2006年的2月 torino hospita i giochi olimpici invernali 这里hospita 动词原型是hospitare 意思是主办 主办什么呢 i giochi olimpici 这个我们记一下 i giochi olimpici的意思呢 就是指奥运会 后面invernali 单数是invernale 意思是冬季的 所以说 i giochi olimpici invernali 意思就是冬季奥运会 好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 完整的说出来 就是都林于2006年2月 主办了冬季奥运会 那么 hospita 变成过去式 就是a hospitato 对不对 所以说 完整这句话 torino a hospitato i giochi olimpici invernali 接下来 在2006年的2月 我们说过了 在2月就是 in febriyo 那么在2006年的2月 我们有具体的某一个2月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in变成nel 所以说在2006年的2月 就是 nel febriyo 然后后面 del 2006 好 连起来整句话就是 torino a hospitato i giochi olimpici invernali nel febriyo del 2006 好 我们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看到是 l'Italia divenda una repubblica divenda 动词原型是 divendare una repubblica 就是指一个共和国 所以这句话 想说的是 意大利于1946年6月2日 成为一个共和国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怎么样说呢 首先 divenda 在这里呢 它的一个过去分词 应该用essere 因为我们这里的主语呢 是意大利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成为呢 是表示一个状态的变化 所以我们用essere做主动词 好 接下来 1946年6月2日 那么就是 il due junio 然后 1946 然后连起来这句话就是 l'Italia edivenda una repubblica il due junio mire 946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句 下面一句 右边这部图是 这个人是 gujermo Marconi 那这个人是谁呢 看一下 inventar la radio inventar 动词原型是 inventare 意思是发明 他就是发明无线电的人 所以说 这句话 gujermo Marconi 在1905年发明了无线电 应该怎样说呢 首先发明了 我们应该是 ha inventato 好 那么发明无线电就是 ha inventato la radio 在1905年 年份前面 我们有nel 所以就是 nel 1905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 gujermo Marconi ha inventato la radio nel 1905 好 下面看下面这部图 这个著名导演 我们应该都认识啊 就是 roberdo bennini 那么他怎么样呢 看一下 triunfa a hollywood con la vita a bella triunfa 动词原型是 triunfare 意思就是 获胜取胜 那么 a hollywood 就是指在好莱坞 那么就是 奥斯卡颁奖的地方 对不对 后面 con la vita a bella 就是 他用美丽人生 这部电影 在好莱坞 获得了胜利 所以说 连起来这句话 roberdo bennini 在1998年3月 在1998年3月 以美丽人生 在好莱坞 获得胜利 这句话 应该怎样说呢 首先 我们把trionfa 变成过句式 就是 a triunfato 好 那么 在好莱坞 a hollywood 用美丽人生 con la vita a bella 那么在1998年3月 应该怎么说呢 3月就是 marzo 1998年 1998 所以1998年3月 是 nel marzo del 1998 奥连才整句话 nel marzo del 1998 roberdo bennini ha triunfato a hollywood con la vita a bella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febraio 1993 在1993年2月 发生什么事 laura bauzini vinche il festival di sanremo 这里的vinche 动词形是vinche 就是赢得 获胜 对不对 那么 laura bauzini呢 在1993年2月 获得了 sanremo 音乐节的胜利 那么这句话 我们应该怎样 用意大利语说呢 也很简单吧 我们直接就可以说了 nel febraio del milenovecento novanta tre laura bauzini ha vinto il festival di sanremo 好 关于日期的这个表达呢 我们今天就先复习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要上新课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书上第六十页 这一段乱序的对话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一段对话 在讲什么 然后自己为它排下去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句 signorina grande vedo que e laureata in economia e comercio quando ha finito l'università 这里signorina grande 就是指grandi小姐 vedo que vedo动呈成性是vedere 对不对 就是看见 那么vedo que就是我看见 看见什么呢 e laureata in economia e comercio 就是他看见的这件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 laureata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 意思是已经毕业的 好后面 in economia e comercio economia呢就是指经济 commercio呢就是指贸易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您是经贸专业毕业的 这里注理一下 e意思是您是 好后面 quando ha finito l'università 这个应该好理解了 您是什么时候完成大学的呢 现在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可不是紧接着 上面这句话的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它的意思吧 a e per cuánto tempo 那么quando是多少 tempo是时间 per cuánto tempo 就是有多久了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句 la no scorso 这个应该都认识 就是去年 好下面一句 a già lavorato in una genzia di viaggi 那么这里的 a già呢表示已经 那么注意一下 副词已经的位置呢 是在 o后面 也就是说副词的位置 紧跟着动词后面 所以这句话 ha già lavorato in una genzia di viaggi 意思就是 您已经在旅行社工作过了 对吗 后面一句 sono andata via nel settembre scorso quindi ci ho lavorato in tutto per otto mesi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句 sono andata via 这里的andare via的意思呢 就是离开 所以说sono andata via 就是我离开了 什么时候离开 nel settembre scorso 去年九月的时候 后面 quindi ci ho lavorato in tutto per otto mesi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ci ho lavorato里面的这个ci ci呢 在这里 我们只带 nal 那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只带地点 我们都可以用ci来代替 所以ci ho lavorato 意思是 我在那里工作了 后面 in tutto 意思就是总共 per otto mesi 就是八个月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因此 我在那里总共工作了 八个月 好 后面 maria grazia 说了一句话 si ma non no ancora trovato niente di interessante 好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non no ancora trovato 这里 non点点点 ancora就是 还没有 那么这个位置 在o的两边 因为ancora是一个副词 所以副词嘛 紧跟在动词后面 那么non呢 就放在动词前面 所以是non no ancora 好后面 trovato niente di interessante 那么这个 niente di interessante 我们讲过了 niente di 加一个形容词 表示没什么 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说 niente di interessante 就是没什么有趣的 所以连起来这句话 是的 但是呢 我仍旧没有找到 什么有趣的 后面 directrice说 ho capito 我明白了 e da allora cerca lavoro da allora 就是指 从那时起 cerca lavoro 意思就是 您找工作 所以说 这句话 我明白了 从那时起 您开始找工作了吗 后面 最后一句 si certo la prima volta tre anni fa a padova poi l'anno scorso ho lavorato part time propro qui a milano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si certo 是的 当然了 la prima volta tre anni fa la prima volta 就是指 第一次 tre anni fa 又是指 三年前 a padova 就是指 在padova 这个地方 后面 poi l'anno scorso 然后呢 去年 ho lavorato part time 我呢 兼职工作 propro qui 这里的pro qui 表示正式 那么pro qui 就是表示正式 在这儿 a milano 在米兰 好 连起来这句话 的意思是 是的 当然了 第一次呢 是在三年前 在padova 然后呢 去年 我正式在这儿 米兰 兼职工作 好 那么这一段 对话的意思呢 我们是不是都理解 那接下来 给大家一点时间 大家自己排一下序吧 好 不知道大家排的怎么样呢 正确的顺势 应该是 1523 6874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段 我们称之为工作面试 那么工作面试 意大利语怎么说呢 面试是 kolo kuyo 工作呢 是laboro 所以工作面试就是 kolo kuyo ni laboro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说话的双方 一个是diretrice 就是指一个女的经理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 Maria Grazia Grandi 那么这就是 她的名字 我们一起来 完整的读一下 按照正常的顺序 来读一下 这段对话吧 Signorina Grandi 我会讨讨论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小小的练习 一起来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的 上节课的一国万花筒呢 我们讲 我们讲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 那么在这之后呢 欧洲就处于中世纪时期 那么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呢 是混乱而且复杂的 我们呢就不详细展开了 我们就稍微讲一下 那么在中世纪的时期呢 欧洲的封建社会有两个统治阶级 一个是以皇帝和国王为首的 封建主 骑士阶级 另一个是以教皇为首的 基督教 僧侣阶级 那这两个阶级的特点 决定了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特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两个阶级分别都是什么吧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贵族等级呢 是由帝王 国王 封建主 骑士 组成的 主要从事军事活动 保卫和扩张国家或封地的领土 事实上呢 中世纪的贵族就是骑士 皇帝和国王呢 是最大的骑士 封建主是拥有封地和爵位的骑士 而绝大多数普通的骑士没有封地 他们是封建主的附庸 宣誓效忠封建主 为其服务 同时也受到封建主的保护 中世纪战争不断 封建主为了抗击外来侵略者 保护自己的财产 和封地居民的安全 修建起坚固的城堡 在遭到外来侵略时 封地居民便躲进城堡 周围的居民也可以请求进入城堡避难 但条件是 必须服从城堡主的命令 甘愿接受其统治 越来越多的小土地所有者 把自己的土地献给城堡主 宣誓臣服于他们 以确保生命安全 这样封建主的土地不断增长 其威信和权力也与日俱增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世纪的僧侣又是怎么样的呢 僧侣等级呢 由俗奸僧侣和引修僧侣组成 最高代表是罗马教皇 俗奸僧侣分布于各地的教堂 被称作为神府 他们服从各地主教的领导 不仅拐领教会的财产 行使司法权 还掌控一支军队 俗奸僧侣与民众直接接触 其职责是帮助民众 解决世俗生活中的问题 取得民众的信任 引导他们获得灵魂的救赎 而引修僧侣呢 生活在深山老林的修道院 被称为修道士 他们服从修道院院长的领导 严格的遵守修道院的规章 祈祷上帝从事生产 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上帝 在中世纪早期的混战中 引修僧侣帮助民众 并为保护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 因而赢得了信徒们的信任和支持 修道院的重要性和财富急剧增长 引修僧侣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 那么除了这两个阶级以外 剩下来的就是农民了 农民是欧洲封建中世纪的第三等级 主要由农奴和奴隶组成 是唯一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 他们用辛勤的劳动 养活着贵族和僧侣 农民的绝大多数呢是农奴 他们主要来自于小土地的所有者 在中世纪连年混战中 小土地所有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不得不寻求封建主或者教会的保护 从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人身自由 封建主和教会赐予农奴土地和住房 使他们得以为之生计 同时强迫他们服劳役 这种劳役世代相传 形成了农奴制度 农奴被牢牢的拴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如果土地易主 他们也自然成为新主人的农奴 那由于这样的一个社会阶级分布呢 贵族阶级依靠武力夺取了政权和社会财富 因而只崇拜刀和剑的力量 那么文化大权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另外一个统治阶级 也就是僧侣的手中 以封闭式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世纪封建的欧洲 政治和军事中心是封建主和骑士生活的城堡 文化的中心则是基督教的修道院 可以说教会是完全控制了中世纪的文化 并使其彻底的基督教化 基督教会把灿烂辉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加以篡改 为其传播基督教思想服务 因而神学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学科 信则明 成为中世纪哲学思想基础 基督教会大力宣扬上天重于人间 来世重于今生 灵魂重于肉体的神秘主义 中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呢 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很长度的发展 农民在自己自足的至于呢 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 能够换得其他的生活用品或者生产工具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能力 封建主也利用封地的丰厚收益 换取更多的金钱 大量购买奢侈品 此时不仅地方性市场繁荣 从此来欧洲各地之间欧洲与拜占庭 以及墨斯林之间的远途贸易呢 也更加的频繁 活跃的市场频繁的商品交换 使得货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货币的广泛流通 是公元1000年后经济进步的结果 是市场经济兴起的表现 也是老城市复苏和新城市诞生的催化剧 城市这个概念在中世纪得到兴起 那么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新的城镇被称为一个Borgo 移居到新城镇中 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呢 被称为Borghese 这是市民的意思 那么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 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市民阶级 意大利语呢 我们叫它Borghese 也就是后来的商业资产阶级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这个新阶级变得越来越强大 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发展呢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市民阶级是一个有别于贵族僧侣和农民的新的社会阶层 它虽然和农民同属劳动阶级 却与农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它与农民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不同 其次 它生活在城市当中是一个独立的自由阶层 不附属于任何人 而农民却被拴服在封地上 附属于封建筑 城市的环境有利于培养市民阶级新的自由的思维方式 对市民阶级而言 土地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 因此也不再是最重要的财产 起初 市民阶级忍受着封建贵族和以主教为首的僧侣们的压迫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市民阶级的经济地位也随之其高 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自身的社会地位 要求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 逃避封建主强加给他们的科捐杂税 经过不懈的斗争 或通过金钱或通过暴力 他们夺取了城市的政权 建立起了城邦共和国 在这一个时间段里呢 各种各样的行会也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行会呢是一种生产者的自由联盟 它把从事同一行业的人组织在一起 定立章程并对从业者的年龄工作时间 法定休息日产品价格等事宜 做出明确规定 有时还制定了产品的质量规范 限定产品的产量等等 银行也在这一个时间段诞生 那么当时中世纪的教会把有息贷款 视为高利贷 严厉谴责这种经营活动 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宗教思想 时间被视为上帝的恩赐 是不允许出售的 放高利贷的行为呢 等同于出售时间 尽管教会十分仇视这样的银行 并开除其经营者的叫集 但是银行的生意仍旧十分红火 经营者携带一个便于工作和存放货币的桌子 活跃于各个城市的市场当中 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当中呢 意大利人扮演了欧洲银行家的角色 米兰和意大利北方许多城市的商人 开始移居北欧 他们精通金融活动 特别是信贷业务 在北欧地区被视为金融专家 伦敦的金融中心有一条街道 至今仍旧保留着中世纪晚期的名称 叫做伦巴地人街 伦巴地人呢 是意大利北方人的称呼 可见意大利人在当时欧洲金融活动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后来托斯卡大地区西安那人和佛罗伦萨人成为经营银行的专家 他们在欧洲各地建立起了多家业务繁忙的银行 那可以说在中世纪发现的这一切呢 为后来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意大利最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文艺复兴了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啦 同学们 ciao